我们在路上经常能看到有的车在后视镜上加了一个小圆镜 然而当我们去买车的时候 却并没有发现后视镜上有这样的小圆镜 原来加了小圆镜的车主都是一些老司机自己加的 那么他们这么做好不好呢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其实当我们在倒车或者外出游玩走山路的时候 往往要做到眼观六路才行 及对车身四周的情况都要清楚 而仅仅依靠车本身的后视镜所提供的视野范围是远远不够的 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就会在后视镜上多加一个小圆镜 其作用不仅可以增大视野放肆降 在我们倒车的时候大大降低了车身的安全 有效保护车身不被刮被蹭 同时也降低了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还能更加方便我们在走山路时 或交通拥堵时观察后面的路况 可见一枚小小的圆镜就能给我们这么大的便利 同时还增加了安全系数 那么有人会问既然小圆镜能有如此大的作用 为什么汽车制造商不直接在制造汽车的时候加一个小圆镜呢 其实后视镜已经能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 小圆镜不过是加到了后视镜的作用 那么又有人会问既然如此 为什么制造商不加大后视镜呢 我们知道后视镜的制造是根据车身比例来的 如果肆意更改不仅影响美观 改了之后反倒不利于汽车的形势 至于到底加不加小圆镜 小白认为这也因个人和车型而定 比如说轿车就不用加装小圆镜 而稍微大一点的货车就有必要装一个小圆镜了 毕竟货车更大 视野盲区也更大